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我也希望我的视角可以更加丰富 所以我在我的talk中也会讲到 我们比如说非常熟悉或者投资的创业者 他们对web3.0怎么看 然后希望能够给今天在座的各位builders 包括community和参与者 有一些大家一起碰撞的思考 然后我简单介绍一下起名创头 就是我们对这个crypto和web3.0就是有非常强的信仰 然后我们从19年开始投这个领域 然后公开未公开的项目我们可能投了接近20家 然后我们另外有一个非常强的Asia focus 所以我们投的项目应该迄今为止都是Asian founder 去作为core team去Founder的这个项目 当然就是地理位置角度讲 他们可能是在全球任何的地方 就是我们也不会仅限于就是说 任何一个geography的location 对 好的 那么首先我就讲一下就是 我自己个人角度我怎么去define这个web3.0 然后这个图是我从网上找的 就是出处我有点记不得了 所以我没有把它列出来 但大致我觉得可以从两个维度去看这个事情 第一个事情就是说 上面这个图是从一个用户视角 就是说web3.0给用户带来了什么样的新的体验 就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从我的视角来看 就是ownership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就用户在web3.0中 他有了真的一个ownership的感觉 他可以own一些data 他可以own他自己的这个资产 那么这个是之前的这个互联网 没有一个非常好 没有能非常好给大家提供的 那么第二个就是用户的这个participation 变得更高了 他可以去参与很多网络 或者从web2.0看 是一个平台的东西的一个 共建的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他可以比较轻松的 比较容易的去own a piece of the network 这个是在web2.0中 虽然某种意义上 OK你可以去买一个平台的股票 然后你可以去有一个ownership 但这个相对这个friction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在web3.0中这个会变得更加容易 并且是一个universal的一个用户的习惯 对 然后从下面一个图 更多我觉得是从一个builder 或者developer的视角来看这个web3.0 从这个角度看 其实我也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就在web3.0中 我觉得大家的专业分工 大家的这个协作性变得更强了 那么原来可能在web2.0时代 你会看到就是也有很多开源软件 但是这种互联网平台 它更多是基于这个开源软件 去builder了一些东西 然后它自己放在自己的服务器上 然后它自己既是一个这个软件的开发 设计开发者 然后也是这个软件的运营者 但在web3中 就大家其实可以看到 整个这种协作变得更加的开放 那么很多时候比如说Polkadot 我的这个代码的开发者 我的这个核心的开发者 他可能只是define这个软件是怎么写的 然后我把这个code develop出来 但其实我自己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运营者 相反我希望把这个运营的权利交给社区 然后让更广大的这个社区来运营 然后这些运营者呢 他也会有更专业的分工 比如说这些runvalidator的人 他们其实在这个operations角度 在这种runlarge scale validator network的角度 更加专业 所以他会参与进来 那么在这个点上 就大家的这个专业分工变得更加明确 并且变得更加开放了 那么这个我觉得从开发者角度来讲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然后大家会经常说到web3.0 crypto 那从我角度看就是这两词 如果从一个investor的角度 我觉得它是interchangeable的 或者说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事情 那么刚才已经讲了用户的体验 就是在interact层面 就是read write on 这是一个新的体验 那么从这个经济角度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web3.0 它是empower了这个所谓的虚拟经济 然后这个是 这个也算是一个比较新 或者说比较fundamental的change吧 然后network blockchain cloud 这些都不讲了 但在底层就是说 因为everything就是will be digitized 那么其实去run这样一个virtual economy 你也很难想象 就是说OK我的最底层还是一个 不是那么digital 或者说friction那么高的东西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crypto或者是digital的token 或digital money 就变得非常make sense 然后我认为这个是web3.0中 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环 那么如果从一个investor角度看的话 可以说 因为你要在经济层 你要在currency level去capture value 那么某种意义上 当我说我invest onweb3.0 那某种意义上也是invest on crypto 这个可能是 尤其从investor角度是一个概念 好的 那我们回到就是Asia的这个话题 这块我试图找一些数字 就是说可以给大家一个感觉 就是从market角度 Asia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然后有一个report我很喜欢看 就是那个Chain Analysis 它会每年publish一个 叫做crypto adoption by geography的一个report 然后大概这个report做的事情 就是说因为他们有 比较强的大数据能力 它会tag这个链上的address和transaction 然后它会 当然可能不完全准确 但是它大概会知道 OK这个address 可能是geography wise 它可能算是在 比如说亚洲 还是算是在欧洲 还是算是在北美 所以他们会依据这个事情 做一个geography的一个分析 那么如果大家看 这个heatmap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OK其实整个Asia 都是比较heated 都是比较红色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明 一个大面上看 亚洲的这个adoption crypto adoption是比较高的 那就我刚才所说的 就是crypto和web3.0 其实是相互强关联的 那么从这个角度 也可以看到web3.0的一个用户基础 就是亚洲其实是相当好的 然后如果大家看这个表的话 它大概 这个具体的算法不说了 但大概就是说 就是chain analysis 它会依据 它看到这种onchain数据 去有一个adoption的index 然后这个index也考虑到各个国家的 这个人均消费力的能力 也就是说 OK可能美国 它的人均消费力更高 所以 它的那个crypto的spending 或者是transaction 可能一般也相对高一点 那么它会把这个因素给去掉 然后总体从几个维度去 给各个国家去打一个adoption的评分吧 那么如果你去看 top20的这个countries by adoption的话 其中我数了一下 应该有六家是亚洲的 这个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 对 然后如果是更具体的看 亚洲的一些数字的话 如果大家看这边 就是亚洲 当然在这个report中 它画了 它画了East Asia和Central and Southern Asia 的一个维度 但如果你把这两家加在一起 大概是接近30%的 这个cryptocurrency value received by Asian addresses 所以有接近可能三分之一 或者接近30%的这个value received 是在Asia 这个也间接地说明了 亚洲的市场是非常大的 然后另外 这个是更多是break by regions的一些 更detailed的information 有一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就是其实这个report 在DeFi summer 或者在DeFi出来之前 它不太会统计这种东西 但现在它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些value received by address 有多少是跟DeFi有interaction的 那么其实我个人觉得 还蛮有意思 会鼓舞人心 就是说其实China的 这个DeFi的比例 相对是比较高的 就是我觉得 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因素 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因为这种DeFi 是代表了这个行业的trend 对吧 这个decentralized trend 那么某种意义上 也说明就是中国 乃至亚洲很多地区 它的这个decentralized的 这个application的一个用户基础 相对是比较好的 对 所以前面两页 我可能想说的就是 从一个investor视角 就是从整体来说 亚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市场 然后是非常值得任何一个生态 或者任何一个开发者 或者任何一个这个项目去 花非常多时间去target的一个market 对 然后第二块我更多想说的是 可能更具体 就是我试图去了解一下 就是亚洲的创业者 他们是怎么看现在这个市场 然后他们觉得这个市场 存在哪些问题 存在哪些挑战 所以我做的事情就是说 可能更多是跟我比较熟悉 或者是我们fund的层面 去投资过的创业项目 然后有些已经跑很大 我可能问他们几个问题 就是说 OK在应用层面 有什么样的挑战与创新的点 然后在infrastranger层面 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和挑战的点 然后这个地方 我把大家的response 就稍微总结了一下 然后并且去观察一下 有没有一些非常常见的一些点 然后有没有一些非常outlier 就是非常不常见的点 然后在这里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那么分享目的也是说 可能在座有些builders 或者一些项目 可能去想 OK如果我去找一些新的方向 或者我试图去解决行业一些问题 那什么样的问题 解决会比较impactful 然后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价值 然后第一块就是 第一块我问的就是说 这个用户进入web3.0 现在行业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这块其实大家的 至少我得到的response 大家的反馈还是比较一致的 第一块就是这个user gateway 那这个user gateway 它可能是一个decentralized 一个self-custee wallet 也有可能是一个exchange etc. 也有可能它是一个游戏 对吧 它把wallet隐藏在背后 但不管怎么样 就是大家讲到的一个common的痛点 就是说 就是用户体验层面 还是比较challenging的 然后你怎么去创建钱包 你怎么去sign a transaction 你怎么去做backup 做recovery 包括fiat on ramp 都是挺大的挑战 所以这个问题 我觉得其实在行业也 已经存在非常久的时间了 然后一直有新的一些方式 涌现出来 去解决这个问题 但目前看起来 应该还是没有特别好的方案 然后有很多人在这个领域去做项目 然后第二块 我觉得其实是更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就从应用层面 就是说用户为什么要进入web3.0 对吧 other than making money 这确实我觉得目前挺大的一个挑战 也就是说用户在 就整个web3.0 或者整个 不管是info层面 还是application层面 我觉得给用户带来的 真正的value和utility 在金融之外的case 说实话还是比较有限的 那这个我相信是全行业的一个问题 需要就是广大的builders 在下面接下来的很长时间去解决 对 然后有一个可能比较outlier的response 就是说其实现在很多用户 尤其互联网 尤其2.0的用户 就大家对这个 sovereign individual 或者说对这种 user control的asset和data的这个 意识形态 或者这种sense还不够好 这个也是阻止用户进来的一个barrier 就可能web2.0用的比较久 用户他们也不那么care隐私 或者说对这种ownership的感觉 也不是很强烈 那么这个我觉得也是 挺有意思的一个回答 对 然后下面就到infer level的challenges 这块其实用户的 就是创业者的反馈还蛮一致的 就尤其第一个点 就是说现在 其实跟刚才讲的应用场景也一样 就是说现在对应用场景的这个demand 还是比较有限 然后infer层面看起来跑得更快 就也有很多competing chains 去emerge 但看起来就是应用好像 现在的demand是小于这个supply的 所以这个是大家的一个比较普遍反馈 那wallet experience已经讲了 这个就不多说了 这块其实也有很多亚洲的创业者 在做很多事情去解决这些问题 对 那第三块就developer experiences 然后这个刚才Henlena也讲了 就是Polet.com我觉得在这块是做的相当不错的 就是从developer experience 包括developer用这个substrate的framework 可以去做什么事情 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非常strong的case 然后我们也有投资或者也有认识一些创业者 就他specific for what he want to achieve 就是他觉得OK parity是best solution 所以这个这块就developer experiences 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对 然后less common 其实scalability反而提到的相对比较少一点 然后regulation也有被提到 所以可能我觉得大家看起来目前就觉得用户侧的一些问题 还是更加的challenging吧 对 对 然后infer level的innovation 这个回答就其实发现大家也还蛮一致的 第一个点就是我自己personally也很认同 就是说其实web3.0因为它更重视用户的隐私 它对安全的要求更高 然后它通过密码学的手段结合这个经济的incentive 去做了很多原来做不到的事情 那么它也间接地就是促进了就是密码学和很多安全领域research的发展 那包括可能大家讲的特别多的ZKP 然后像这个multiparty computation 然后private information retrieval 同胎计算 然后secret sharing security enclave这些 其实都有了蛮长足的发展 那么他们都可以去应用在这个web3的context中 那比如说scaling大家可能听过最多 然后像privacy这个也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场景 然后identity credentials 比如说你做一些拥有隐私权的这个kyc的东西 或者给你隐私的去加一些credential key management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场景 然后我也知道就是在波卡生态中有很多项目 在这些领域就做得非常的不错 对 然后其他领域就大家提到的就是crosschain 因为现在是一个multi-chain world 然后decentralized storage 然后did 这是我见到的可能比较常见的 就大家说的infer level 就是what's happening what's exciting 对 对 application level challenges 刚才其实讲的已经比较多了 那么第一点就是说 已经强调就是说 现在non-financial的use case 说实话还是比较少 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多的刚需 然后user experiences 这个可能更多限于 这个user onboarding的这个experience 包括key management 然后第三块就是我觉得 就亚洲创意者可能蛮有体会的 因为像stepin这样的应用也在这个亚洲 就非常popular 就是像日本也很popular 那么大家怎么去balance这个token incentive 怎么去做到吸引用户 但又能够长期的使他们留存下来 在这个在达到一定用户规模之后 它可以create出来一些新的真的消费的场景 那么这个我觉得还是应用层面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的创意者也都提到了这个问题 对application的innovation 这块就说实话 感觉不确定性更强 大家提到更多比较common的是 nft相关的一系列创新 包括跟游戏相关 跟metaverse相关 跟一些包括digital goods digital services 然后nft代表一些权益的东西 还有nft加defi的一些场景 大家觉得是相对比较一致 觉得是比较有前途的 然后游戏 就gaming gaming这块看起来 创业者普遍是比较看好的 然后包括一些像那个dark forest 这样zkpower的gaming 这个也都是很新的很有意思的 很好玩的东西 第三块social 大家也提到了social networks social graph credentials 但第三块我的感觉是 这些好像其实还是更偏info层面的一些创新 而更多就是说social场景中 大家到底在social场景中可以做什么事情 用户可以享受什么东西 我感觉就是还有一定的距离 然后最后一块有提到的一些outline的回答是说 token incentivize the creator economy 就是你能不能通过一些token incentive的方法 就是激励创作者 然后使他们更快地涌进来 然后去做一些数字化的创作 这个是可能是带讨论的一个点吧 最后我可能讲一下 就是我在看过market的数据 然后包括跟创业者去聊的 这个之后我的一些感觉 和我自己personal的一些view吧 就第一点就是我对 就是咱们亚洲的创业者 在这个web3.0市场去 web3.0的领域去做一个全球市场 是非常非常的confident的 然后并且我confident就是说亚洲的创业者 不仅是在应用层面 就是很多人会说亚洲创业者做应用很厉害 但其实我觉得在infer层面 亚洲创业者也是非常有洞见 然后非常有这种infer层面创新的这种技术 和科研的基础的 所以我觉得在infer level和application level 我都非常的confident 就亚洲创业者是非常有机会的 然后大家讲的一些很common的trades 比如说product能力很强 execution能力很强 非常刻骨 然后我们的这个supply of talent是非常多的 然后cost其实是相对低的 这些我觉得这些优势就不带过多的阐述了 对 那么第二个就是 大家也会看到在过去的这个pool market 也有非常多的这个builder的talent和investor 都涌进这个领域 所以大家会看到 OK 就是可能很多传统的VC fund也会进入这个领域 所以我相信在过去的这个pool market 有非常多人涌进来 然后希望可能在一个相对bearish的market中 大部分都可以留下来 并且make it through to the next cycle 对 然后最后就是作为lontum investor 我们对行业是非常的confident 然后我们会去持续地去支持这个领域的创业者 那么in chi min's case 亚洲的创业者 对 所以在这块我觉得 大家就是完全并不会担心 就是市场的情况 因为整个技术的发展和整个行业的发展 看起来都是非常exciting的 对 这个就是我的talk 谢谢南亚 谢谢 谢谢 谢谢